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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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你们出街吃完晚饭 有没有想说叫甜品来吃一下 让我餐饭比较圆满 豆沙锅饼对不合适吃 在家做豆沙锅饼不难的 看看材料有什么 豆沙190克 中筋面粉90克 Gas粉10克 水190毫升 适量的油 我们一起看看如何做 首先把中筋面粉放入大碗 Gas粉 略为搅拌均匀 加水 调均匀 一边搅拌 搅拌至没有粉粒 搅拌至没有粉粒 就备用了 我们用平底锅来煎 先烧热锅 要么烧一分钟左右 用手转转 觉得有温度热 先下油 半茶匙油 把它拌均匀 首先你下粉粹之前 一定要将粉粹搅拌匀 油烧热锅 我们先锅热锅 先下火 这样比较容易控制粉粹的厚度 倒一半 倒一半 把粉粹搅拌匀 把它搅拌匀 把它搅拌匀 开小火 现在粉粹已经熟了 很快熟 煎一下 然后再把它搅拌匀 很快熟 15秒 可以拿出来 煎了一块 可以把它搅拌匀 先把它搅拌匀 油和糖分量可以控制 我喜欢吃红豆 有红豆一粒粒 不要打太碎 把它搅拌匀 厚薄 就除了你喜欢 你喜欢的 就多一点 不要太大力按 按爛了一块皮 就没那么漂亮 煎一煎金黄 就很香 首先烧热锅 等茶匙左右的油 手感觉到有点热力 可以放进去煎 如果你想知道它的味道 可以放一些饼皮 放进去试一下油温 它有少少微微卜 这些油就已经热了 就可以放进锅饼 用中火煎 煎到两面金黄 煎了要分半钟 我们把它煎第二边 是否很漂亮 外脆 里面又香甜 另一边煎多一分钟 就可以了 豆沙锅饼饼 煎好了 放一两分钟 才来切 这样就会切得更好 热热热 香饭饭的豆沙锅饼饼 完成了 又到开心试食时间了 皮薄餡 好香 皮软熟 但刚才是煎过 有点脆脆的 很好吃 喜欢今天的介绍 自己做点试一下 还有点赞 记得订阅频道 留言及Facebook 还有频道里面有很多食谱 你们上去浏览一下 今天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见 拜拜 拜拜